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趋势 自从实行计划生育之后 我国人口数量控制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可是对于印度来说 虽然他们也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印度人口依然非常多 近几年大有超过我国的趋势 印度的经济水平一般,生活条件落后 人口越多,改善如今的生活现状越困难 为什么印度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 至今还不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呢 首先来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是全国性的计划生育 而印度只是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实行计划生育 所以结果才会大不相同 印度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根本看不到什么效果 再就是,印度是一个选票制的国家 如果有人要限制人口 主动提出实施大规模计划生育政策的话 很有可能拿不到群众的选票 被别的党派所打败 比如之前的印度总理甘地 就是因为支持计划生育政策 引起了印度民众的反弹 最终被选民抛弃 再加上印度是重男轻女的国家 很多家庭不生出男孩绝不罢休 因为在印度人的思想中 只有男孩可以肩负传宗接代的重任 能够延续一个家族的思想和文化 而且印度的婚姻制度实行嫁妆制 女孩嫁人的时候 娘家要陪嫁昂贵的彩礼 如果家里女孩多的话 单单出嫁时候的嫁妆 就会压垮整个家庭 所以越来越多的印度人 都想生男孩 如果没有男孩的话 就要一直生到有男孩为止 所以印度人口才会暴涨 说到底 印度人口密度之所以这么大 并不是因为国家不想控制 而是控制不住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